大家好,我是红酒 今天我给大家主要分享一下 这个主根性桃树 什么时间冬检最合适 桃树呢 主要就是以落叶 半个月以后 然后咱们就可以进行修剪了 再一个呢 咱们要考虑一下 这个地域的差异 如果要是说 南方天气比较暖 咱们可以落叶半个月以后 就可以修剪 如果要是比较偏寒冷地区 我建议大家是明年春节再见 因为桃树的临寒天气呢 是大概是零下25度左右 但是它针对于说是 减口受冻 基本上就是零下15、6度 所以说咱们不建议说是 比较寒冷的地区进行冬季修剪 最好是明年春季蒙压前咱们再进行修剪 是比较安全的 桃树冬季修剪呢 只占咱们前年修剪的30%的工作量 所以说呢 大家呢不要太过于着急 因为从落叶 大概从落叶到明年 二三月份都是可以进行修剪的 下期视频和大家一起分享 主干星桃树到底留不留状修剪 大家对冬季修剪有什么想了解的 咱们可以通过评论来进行互动 或者晚上咱们直播剪一起互动 现在咱们修剪的这个树呢 是五年生的主干星桃树 修剪的时候主要要看 有没有直接招呼的侧生枝 再者咱们还需要看什么呢 需要看以这个主干最临近的地方 去留芽 进行明年留结果汁 谢谢大家 想了解更多的知识 关注我 关注红酒果园 咱们每天晚上八点到九点 直播间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